疫情的因素让现在的视讯教学变得普遍 而且随处都可以是上课的地点 民进党新助市长拟参选人沈慧红 最近就推出了多项教育的政策 尤其是在老师教学还有孩子的学习上面 他走访了清大育成中心的应用剧本实验室 实际了解新技术如何应用在课程中 四大教育政策也有三大特色 那我是最能够最具体也最能够落实最专业 今天再来到应用剧本实验室 我们来看他们实际操作的 尤其是针对我们在线上教学的一个部分 以及所有实作的一些内容跟专家来请议 那我们也希望日后可以有这样的合作的一个模式 让孩子在线上可以自主的学习 然后是快乐的学习 模方Cubic是一个三米的立方体智慧空间 以往的2D视讯立体化变成3D的互动 视讯教学可以更有趣更有临场感 这项技术目前已经利用在静怡大学的教学中 学生跟老师从传统的2D的黑板 文件式的教学变成真正可以 在三维空间变成自由创作 甚至可以把自己影像传递到别的空间 跟大家共享 半读 创课 然后甚至再把它记录下来再分享 这个是我们的空间 再一个小小的空间就可以达到 那这小小空间呢 因为它标准化 那结合台湾的资讯产业的技术 我想办法可以很快地复制到各个空间 我们如果是科技的一个城市 城市的真能计划 那可能我们在某一个学校 我同步可以share给其他学校 那我的城市真能可能是某一个学校的特色课程 可是我可以变成大家的共享课程 其实也可以取代传统跑班 这样的移动 会让利用我们所有科技的产品 模组化的产品 那甚至价格并不高 这些都是可以量产的东西 那让所有的学校的设备 可能就是一组 但是可以分享到所有的人 沈卫红深耕教育政策 实地走访教育应用现场 透过科技辅助教学的方式 让上课变得有趣 就像画面中的视讯眼镜 透过第一人称的视角 观看物体并且进行解说 学生视讯上课 也更能有其身丽其境的感受 记者万事联新竹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物体并且进行解讯上课